老人送大悲咒,两次免手术 于修润老太,浙江镇海人,今年77岁,现驻上海密云路,信佛多年 每天除念弥陀圣号回向极乐净土外,还加念金刚经,地藏经,普门品等大圣经典 特别每天坚持念大悲神咒49遍,以其菩萨加持,消灾免难 1993年3月下旬,于老太不慎跌跤,折断了左腿鼓鼓静 经几家医院针断,必须动手术,加上合金甲板,才不影响走路 老太跌后剧痛三昼夜,只一心念大悲咒,和观世音菩萨圣号,祈求保佑 说也奇怪,从第四天起,竟痛苦全失 过几天后,再到上海市立第三医院拍片检查 发现断触,竟自动按正确部位逐步结合 医师指示,照此情况可不需要开刀加固 只需静养护理一个时期 至今将近一年,既无痛苦,也无畸形 步履正常,真是逢凶化吉 1993年7月下旬,余老太突然患恶性呕吐,滴水不入 同时,大便密色不通 经送上海长征医院及静安区中心医院做全面检查 都认为属于肠癌性质,必须手术治疗 当时上土下密,结肠部位发生剧烈阵痛 前后已十天不同大便 余老太在病痛中不忘持送大悲咒 就在医师决定要输血开刀的第二天 竟自动卸下一块像栗子一样大小的硬结石 从此症状顿时缓解 医生才认为这是大肠羹组 不需要进行手术了 这样,余老太又一次避免了开刀的危险和痛苦 两次威症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 这是余老太平时一心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和大悲神舟的感应 菩萨有求必应,才有不可思议的转变 1994年3月10日,徐恒志祭 随喜功德 主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